各位大家好 我是waki 欢迎到全面战争莫苦将军 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比赛 今场是编号十二 这个Sanisa 打这个GB威廉顿 这一场我就觉得应该是会很刺激的 原因呢 这两个是我自己个人看好的冠军大热 他们任何一个都是很有实力 还有对莫苦将军二的理解都是很透切的 这一场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他们某程度上提早去对决了 基本上已经去到第二轮他们已经打了 但开始之前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GB威廉顿禁止了TOKUKAWA德川 然后Sanisa禁止了Otomo大友 于是Sanisa就选择了Cosokapi 长中我部 最后GB威廉顿禁止了Darte Ida 好 这一边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今次再说 我觉得不需要说了 我们基本上就是Sanisa自己的彭楼阵 左中右翼和基本上同样的部队 中间有少少支援和补充位置 我们看到这里是枪武士和弓箭手 枪武士和弓箭手 而大部分的地方中间都有一队的铁炮队 长枪兵和野武士 最后的骑兵我们看到有弓箭和弓箭 轻骑都有一位 这个我觉得我们一路看下去 他依然都会戴这些 这个GP威廉顿的骑兵团 这里有一队轻骑 两队的枪骑 然后这里我们有两队的防弹武士 然后这里大部分用刀武士 那么神奇 我很少见他会用刀武士 后面有两队的野武士 OK 这个很有趣 我觉得他一个选兵 可能因为对手是Kosokabe 一个场中那部 他弓兵特别强 所以这次他选择了大部分都是户格比较高 刚才那个效位很漂亮 刚才这边射箭过来 在山后面一移 然后就用山的弧道避开了大部分之外 你只见到有一只的骑兵在这里射死了 但是这里躲一躲进森林里面 去准备看着会有什么进攻机会 这个地图两栋建筑文都很近地图中间 你见到这里有一个佳护甲和防御力 这个是一个弓箭的道馆 但是可惜就是这个 G.B.Bornington是没带多少弓箭 好 这边一轮的箭呢 穿过山这样射起来 我们见到呢 这个 刀武士慢慢向前推进 好像不是很赶 我们见到呢都死了少少人 但是就没说很多 另外一堆的箭灾射起来 这个弧道是很危险的 基本上他这个射箭的距离射不中这个弓箭 照跌下去会射到后面那个人 好 这边有些什么呢 我们见到呢 Sanisa的 咦 为什么 Sanisa的右翼慢慢向前推进 准备推上山了 那这个火枪兵呢 一推上山之后呢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视野 那大家见到呢 G.B.B.Bornington是右翼 开始向前推进 大部分的骑兵一窩方涌起来 可能他会在这里呢 进行爆炸 会见到很多很多的骑兵 这边有五对的骑兵 一次要涌起来 Sanisa立即去左翼 向此向后撤退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撤退都危险 好了 右翼不断地向前推进 突然之间呢 两边呢 不断地旋转地向后撤退 这边呢 这个Sanisa找到机会 成功冲到别人的一些弓箭手 但是后面呢 有这队防弹武士的枪兵 已经是黏住了 我们见到后面的刀兵 反而没有去支援 因为呢 只副大部分的微操已经去到这里了 我们见到有两队的骑兵在这里 正面对冲 喂 这里两队的骑兵 刀骑来的呢 这两队的武士骑呢 直接冲过去清除别人的这个一部分的火星枪武士 这里呢 我们有一队的防弹武士打转 这边呢 我们在森林里面 佔了少少片汁 慢慢向后撤退了 两个玩家 不断地去很多的操作周围 我们见到呢 这个刀武士 这个时候涌了 是质翼插上去 好大波 这个太多的骑兵 一次就淹没了 Sanisa的左翼 但是后面呢 我们有少少的弓箭手 有深夜里面射箭出来了 但是左翼呢 应该是宣告阵亡的啦 然后这边 野武士成功在这里直接冲过来 之后呢 Sanisa的中路呢 都开始受到攻击了 但是这边的火枪兵呢 开了几枪 真好似 杀了15个人 然后呢 右翼这边呢 成功挡住了别人一部分 但是呢 似乎 GP1来着呢 是没想到这边跟他打 这边清掃了之后呢 大部份的骑兵 继续向前推进 完全没停止过了 那这一对呢 有一对的弓箭手呢 应该都危险了 我们见到 中路呢 已经有两队的野武士 两队都有野武士 直接正面斬这个轻竹 这个什么呢 枪竹轻啊 那这边呢 我们再一次呢 有正面的交战了 两队 一队防弹无事 和一队刀无事了 有很多的骑兵 一窩蜂涌 再一次清掃这边的弓箭手 我们见到 轻骑立即在这边支援 后面呢 有一队的枪骑了 那这边呢 这下冲锋被人冲得漂亮的话呢 其实都麻烦你见到 这个士气立即就开始有少少崩溃了 没有支援的话呢 就很麻烦的 你见到 神典神的右翼 都开始有少少 咦 都不是 喂 是不是这么夸张 打到现在你都这么死 企理这么漂亮 有没有搞错 好了 这个火灰兵呢 来这个位置 应该是上在这个位置 有一队的质液射击 但是呢 被自己的野武士 挡了一点 我们应该要向后退 好了 G.B.威林顿的右翼 继继续不断向前推进 好鬼死夸张 这个进攻意识 真是 这边呢 三队的武士呢 硬推开人家 之后呢 也都正面进攻了 但是这一队呢 我们看一看呢 G.B.威林顿 这里有一队的弓箭手 保持着射质液 将军站在这个位置 很多的骑兵 跑到已经上来这个山上 我们见到 这里有一队的轻骑兵 又捉到别人的火枪兵 但是呢 应该就会牺牲 看到这里有枪兵 还有有多队的骑兵 挡住了 好了 这一边呢 我们见到 这里射一轮的火箭过来 咦 我们见到G.B.威林顿的将军 已经落马去组成这个方阵 在这里准备呢 就打这个持久截 两个将军呢 她的方阵都放得很鬼死接近了 我们也要见到一队的 都没有事呢 就走过来 去攻击人来的将军 好了 现在呢 我觉得 Sanyisa退无可退 因为她的将军已经落地了 如果呢 再退的时候 将军会被人围殴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好 都打到很鬼死机 我们见到这里的武士 成功击退了之后 就开始向前进攻了 这里呢 有一队防弹 武士正正是做过他们要做的 就是吃子弹 这样呢 这里呢 硬吃了很多枪 真是在这个位置 都没有事 正面冲过来之后呢 就捉到人家的火枪兽了 我们见到 Sanyisa的阵 不断地向后撤退 但是这里的将军很危险 将军死剩16人 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部队 就走过来这边帮忙 我们见到很多 这个GPU威尼顿有很多的步兵 继续向前推 反而 没有人理的将军 怎么搞错 但是将军这里呢 被人的骑兵 那么追 捉住人斩呢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阵亡了 我们见到 还有很多 为什么打到现在还有骑兵呢 好了 这个公骑呢 虽然是追不到他 但是你见到呢 GPU威尼顿立即就放弃了 去追击他的公骑 这边冲过来 去捉住人家的火枪兽了 剩下这些时间呢 你见到呢 这个GPU威尼顿的将军 再一次上马 向前推进了 好了 这边呢 有另外一队的 呃 这个 枪竹轻 跑过来呢 就算是捉到这个弓箭兽了 但是这个弓箭兽打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似乎就不是太大用途的了 好了 我们见到呢 哇 清光了 所有的步兵清光了 那呢 呃 这个GPU威尼顿 我自己这场 我觉得他打得非常之好 因为呢 这个彭楼阵里面呢 他的特点就是 三个地方可以去慢慢认对你的嘛 但是你将大部分的兵力 是一窩蜂涌过去 再爆上去呢 这个打法其实就是我自己 扣上中可以打赢神兽的方法 当然啦 我就未成功做过啦 我也都没什么 玩我虎将军而已 但是如果我要打的话呢 将会是一些类似的打法 而这个 GPU威尼顿呢 今场呢 就很完美的展现了出来啦 那我们见到呢 呃 这个 我们见到这里有一两队的防弹武士啊 那都杀得很多 148 那么呢 这个将军保护得很好 只死了一个亲卫队而已 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打得很特别啊 因为我自己很少会用这些刀武士呢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就见到呢 这种的打法很好 还有哇 几鬼死多骑兵 你看看 4队的枪骑 2队轻骑 2队的刀骑 好啊 然后呢 这个神尼神的阵呢 大家都见到很多次了 大概都知道是什么 好啊 那这一场呢 我们就GPU威尼顿呢 首先呢 就领先一场啦 好啊 那之后呢 立即啦 就 打第二场 但是呢 拌不到啊 哈哈哈哈 那我们呢 就不如看第三场了 第三场也拌不到啊 好了 出事了 那呢 就这样啦 我们呢 两场也拌不到的话呢 我们呢 就看看什么事 如果都不行的话呢 我之后呢 再继续一下 去介绍一下发生什么事 那 好啦 我们就暂时放下先 好啦 我们终于回来了 那呢 自从上一条片到现在 我们 SANISA打GBY零顿的第一场呢 我们已经隔了整个星期了 因为我最近呢 就真的很忙 就没时间拍片 那我又不想呢 看到呢 我拍片拍到 突然之间 在家里 啊 撤死 那就没有啦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终于来到了啦 那这个地图呢 在 是 Isuyama Runes 我们看看呢 就是 GBY零顿呢 就禁止了 Taku Kawa 德川 SANISA禁止了 Otomo 戴友 SANISA就 批了 ODA 继田 而这个 GBY零顿呢 就批了 这个 Cosokabe 的 《长中我部》 《长中我部》的弓真兵很夸张 175射程 《长中我部》也是弓箭特别强的派系啦 那你们先看看 你等一下会打到什么效果 这里呢 我们看到有两队的弓轻竹 然后呢 这里呢 有两队的剃刀 真兵啦 这里呢 有一二 两队的枪骑 两队的轻骑 好了 最后呢 这里呢 有三队的 咦 不是错 这里三队的是 这个枪武士来的哦 那他的 枪竹轻呢 难道没有枪竹轻那么长 好笑有 通常呢 枪竹轻在 这个全面战争莫富将军义里面 是非常之强大的单位 因为 就是他的架 你当然他不会说他一队他打完 但是呢 他的架位非常之多 我们看到呢 这个地图一两个的导冠都站在中间 这个 GBY零顿现在占领的呢 就是一个加防甲的导冠 而这个 神尼莎占领 是一个加士气的导冠 这里有一大队的骑兵 互相跳舞 暂时呢 都没有任何的交战 咦 这里来了 这下冲锋死了 这里呢 没有反应了 这下呢 骑将会死得好 是死的反应后 咦 这个是 这里一队一队的枪旗 包括呢 在这里 极之大量的骑兵 作出一个交战 但是呢 暂时是没有任何的单位去支援到 后面我们看到有一队的枪武士已经冲进去 但是这个神尼莎的骑兵呢 显然就是刚才那一刻冲锋呢 赚了一些优势 在这边左翼呢 已经大规模地战胜了这个 这个GBY零顿的骑兵呢 右边这里呢 就是呢 打着这个交着的状态 我们看到呢 这个枪武士冲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骑兵战呢 其实就已经打完了啦 两队的枪武士大家都跑到过来之后呢 你眼没我眼就没打到 然后这里呢 这里的骑兵被人直接 直接围起来之后呢 所有的骑兵 GBY零顿的骑兵竟然在短时间之内 一次过被人殲灭了 这下推进呢 我觉得其实很大胆 他只是捉住人家 突然之间那个视角啊 或者操作在其他地方 就一下漂亮的冲锋呢 就足以殲灭了所有的骑兵 我们这里呢 看到呢 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两队的轻 的攻骑啦 这里呢 有这个的火星枪武士 开始射击呢 杀了少少的枪兵 的什么啊 枪武士啊 好了 那最后这里呢 来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呢 骑兵就在这里呢 被人殲灭了 那这就跟上一场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因为上一场呢 我看到GBY零顿他的 他的这个 骑兵是有佔优势的 今场呢 骑兵被人短时间之内 完全殲灭了之后呢 就似乎现在会打一个手势 甚至是这个道馆 都未真正佔领到啦 好了 但是呢 这个 嗯 神尼莎的 火枪兵呢 在这里站在这个位置呢 被他建筑物挡住了呢 并不能够作出太大的射击 然后被人家的弓箭手 四方八角射击的时候呢 就要撤退了 但是这里呢 骑兵 两队是弓骑的侧翼 冲过来呢 去 喂 这里是冲进去 直接打近战的啦 咦 我可以看到有一些的 这些枪武士呢 立即涌过来呢 来远这里呢 就是有一队的 枪武士 和另外一队的枪武士呢 互相打啦 好了 这里两队的弓骑 这样冲过去 我觉得好像很危险哦 两边的弓骑呢 都损失 都不少 但是我想呢 可能就是暂时呢 截停了人家的弓箭手 不让他作出输出 这里呢 一队的枪骑呢 是侧翼跑迷呢 如果这个位置呢 吹背脊呢 在这个 全面截止 莫复复复的军仪呢 这个枪兵打 骑兵的差别是非常之大 所以就冲不到背脊 但是这里呢 这一下 一轮的 攻骑的战射了 慢慢向前推进 那么呢 因为已经在没有任何 任何骑兵的掩护呢 这个 Sanisa大胆地推进了 这里呢 你有一队的野武士呢 直接和人家的枪武士呢 进面对击 但是这个包围的位置呢 那枪武士呢就不是一个最好的狼态 这边 又来了一次自杀式的冲击 但是我想最重要就是阻止着人家呢 不可以被他太美的冲锋 后面立刻有野武士冲过去 但是呢 没有开这个冲锋的技能 那显然呢 就是这个Sanisa呢 看到他已经有大 占了很大的优势呢 一次过作出这个正面的特杂了 我们看到这里呢 咦 积田街的长枪兵在这里呢 和人家的枪武士打 后面有一排的火枪兵呢 射着人家的质液 这个位置做得非常之美 后面呢继续有少少的弓箭手 慢慢去作出输出 有两队的骑兵呢 强硬在这里冲过来 咦 这一队的名字那么特别呢 这一队是将军来的 对哦 这个积田街的将军直接冲过来 捉到人家的将军了 那这里我们看到后面有一队的真兵呢 在后面跑过来作出支援 后面有更多的弓箭射过来 但是呢 显然就是这里 我自己觉得是这个野武士 刚才有两下冲锋 两下冲锋分别是有少少的单位呢 首先呢是正面交战 令到他打的位置呢 是赢点 咦 刚才也要说出来 这一队呢原来不是将军 这一队呢 是这个英雄单位 一队英雄的枪兵呢 冲了来 去 呃 捉了人家的将军 好了 那这队呢正面 一个冰线正面的崩溃之后呢 其实已经打完了的 第二场战斗 那呢 我会觉得 最重要是这一边 这边的骑兵战呢 一个不留神呢 被人冲到 输了那个优势之后 附近也没有其他的兵去作出支援呢 这里的骑兵一下死了之后呢 变成这个极支被动的状态 再加上这个 神尼莎彭楼阵呢 有这个野武士 野武士 他那一下冲锋用得很漂亮啦 他先找人挡一挡 令到他一些质液的位置暴露了出来啊 或者呢 是令到人家的兵 是捂了一堆之后 野武士才在后面冲进去 这个操作非常之好啊 那是一个正面的大胜啊 这一场 那你见到呢 这个场中我部的将军呢 站在这个位置呢 就跟人家的野武士正面对交战啦 那他还很休闲的 他们坐下 再打一下 但是呢 越来越多的野武士冲 还有呢 将军应该很快就会死的 我们看一看呢 看下会不会见证到这个将军的阵亡啊 我们这个位置应该... 咦 不打了 我们看到他 哇 这里是架空刀来的啊 哦 将军在这里阵亡了 那神尼莎在这里呢 大胜就呢 暂时是一比一打和呢 我们呢就会看最后那场呢 就决定他们哪一个会晋级啦 那呢 也是尴尬的时段 那呢 我们这段的 又是LODEN的画面 CUT又不是 不CUT又不是 因为呢 那么短呢 CUT又好像要多些工序 但不CUT呢 我们就要呢 听下歌 听下我讲废话 等它LODEN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了 见到滑鼠应该差不多了 好了 你看一看呢 SANISA的冰呢 杀得最多呢 190人 这里 是啊 这一对是 咦 是植田家的 等等先 这里好像 犯了规哦 喏 喏 我这样啦 这个是 我们的确是犯了规的 因为 即田家的长枪兵呢 是最多是可以有两队的 但是 双方打完了之后 我也没有时间查 打完了他们也没有投诉的话呢 我可能要跟两位联络一下 这场比赛我们打了很久了 那么呢 我们第三场呢 等我联络完他们之后呢 再去决定 那 稍后再见啦 那 那在联络他们之后呢 我们其实 replay可以照看的 赛果我们之后再算 我们看了第三场 那第三场这个呢 那 其实这个 首先SANISA那场是犯了规 所以其实GB威尼顿 应该是2比0会赢的 当然我预祭和他们联络 去决定最终会怎样 那这一场第三场呢 就是SANISA SANISA呢 它是禁止了这个 UTSUKI上参啦 因为 对啦 GB威尼顿呢 就禁止了Otomo大友啦 而GB威尼顿 批了这个TAKUGAWA 德川啦 SANISA呢 是批了这个TAKAWA 即田 不是啦即田啦 武田先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SANISA的武田啦 那呢 我刚才也看不到 那我们这次呢 武田加这里呢 火騎又有一对啦 那我们有一对 两对火騎啦 刚才呢 我们这里看到一对英雄的骑兵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英雄骑兵的 那但是呢 到底他的威力有多强呢 我们可以稍后再留意一下 这个地图呢 就比上一场的话呢 就更加清晰一点点啦 刚才上一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 都有树林啊 这里呢 我们两对的 德川唱骑 就已经在这里走过来了 好了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一看呢 有没有人 好了 我们呢 但是我们一路一路录片呢 就看看 到底这个 呃 那两个孙兵有什么意见 和对刚才那场比赛 但是这里呢 有两个 有火神昌的武士 哇 这个角度真是很漂亮啊 这个角度 但是呢 我们先不要准备了 这里呢 这个火神昌呢 推逐了这个德川的枪骑啦 因为其实他们射程呢 但是100和100 两个是对等的 但是 呃 如果真的对射的话呢 其实德川枪骑最终都会赢 只不过就是呢 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交易了 好了 这场呢 我们看到呢 G.B.威廉顿呢 是打得有少少的 呃 流心啦 因为对上场呢 他就是一个骑兵不小心呢 就被人捉到 好了 这里有一对的 咦 这里呢 最后一面有冲锋了 我们看到呢 这对 这个英雄的骑兵呢 在这里和别人正面交战 但是这个轻骑兵立即向有撤退 有其他骑兵涌过来 看看有没有步兵的支援 暂时还没有啊 我们看到呢 喂 又是左右两翼 不是这个 暂时是左翼而已 还有很多骑兵 但是这个地图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懸崖来的 人家是不可以有兵走过来的 可能这个位置呢 这个 呃 是 骑兵会决到很大的胜过 你看到这对 的英雄骑兵呢 虽然就说死了差不多一半人 但是他们仕气依然很高岸 可能就是凭着这一对的骑兵呢 骑兵在这里是挡住了 做出最大的输出了 我们看到这里呢 有另外两对轻骑 这里和别人的 武田轻骑火骑 还有到骑兵呢 又一次 GVV的骑兵在这里呢 一次过被人崩溃了 那 真的不是那么好以头啊 暂时这个情况 好了 我们这里呢 看到呢 有一队的部队 开始向左翼 但是他的骑兵其实已经是消耗了 暂时又是短期内呢 就死了很多 这里呢 我们看到一些尸体 但是呢 是没有烟的话呢 即是说是弓箭射出来的 那这里呢 弓箭射杀了一点 这些是杀了什么兵呢 那我们杀了这里呢 就是一些的 诶 竹轻来的 枪竹轻来的 好 这里呢 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骑兵 的技能呢 涌到过来啦 但是呢 凭着再多的骑兵 用过来之后呢 开始稳定了一点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损失其实依然都是很严重的 好了 在这个森林里面呢 有一个武田加的攻击 慢慢就出输出 在这里呢 暴兵终于跑到过来啦 但是这个枪武士呢 已经也进入了这个战团的时候呢 会有问题了 我们看到这里有 神尼莎的载大规模拥起来啦 将这个微操强硬推向两翼 是一个很考微操的工作来的 因为呢 只要你们随便里面 有一个操作失误的话呢 将会是严重的崩溃 完全是拼着微操 这里呢 我们看到 GPU的主兵线开始有点散 你原来 这个质液被人家的货枪兵 这样的射法很危险 我们看到这里 德川家的两队枪骑 不断向后撤退 和不断开枪 首先已经称了一队的骑兵了 这边呢 有更多的枪骑在这里呢 驱逐了别人的轻骑之后呢 但是这边呢 有一轮的火炮了 那德川的枪骑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骑兵呢 不知为什么他们射火枪的时候呢 是不会被前面的兵去挡住了 是全队一次过 80队兵可以一次过开80枝枪的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G.B.威廉顿的将军呢 坐在这里 我说差点可以喝到水 那就是说在这里呢 增加了一点点的士气 和近战的能力 在这里呢 就成功呢 就凭着将军的加持 推赢了 但是 他的主兵线呢 在这里呢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看到呢 Sanisa的棚楼左翼呢 在这里和人交战之制呢 他的中翼在这里呢 开始慢慢射战 作出小规模的骚扰了 这边呢 有更多 咦他的阵营呢 已经是分散了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 哇 这里有一队的火枪 开了迷了 但是呢 别人有这个公骑 射了小小战 一路向前推进了 公骑呢 一路向前跑的时候呢 是可以射前面的敌人 但是火枪兵是不可以一路跑 一路向后面射击的 所以呢 他这下 找一队的公骑去追击呢 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好了 这里我们看到呢 有一小小的操作失误了 我们看到这个枪骑呢 被人抓住了 就是你的战线 当两边拉到太过广阔的时候呢 这个操作呢 难不免是有一小小是跟不上的 这里呢 就是有一队的 嘩 嘩 你看到 狠狠的射过来 这个 英雄单位被人这样射击 完全犧牲了另一队的骑兵 一换一换走他 好啊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个德川的英雄骑兵 已经是崩潰了 在这里呢 大规模的崩潰 主步兵线已经在这里输了 那么呢 就被人的野武士一路追击 你看到 哇 把刀 举到这么高 不是跑的 其实呢 是很需要体力的 还在这个河流里跑 真是很瘋 大家去过泳池跑步都知道呢 在水里跑步是很累的了 好啊 我们看到德川的窗旗呢 大家继续不断跑去找机会了 但是呢 整个主步兵线呢 其实已经是瓦解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武田了 神尼莎是完全霸佔了 有没有霸佔啊 我们看看是武田加霸佔的导管 神尼莎这里呢 其实已经是占了绝大优势 三个导管都霸了之后呢 人家的兵已经正面的崩溃了 再加上你看回 场上最有威胁 只不过是德川的枪骑 这里呢 这一队的枪 火星枪武士 显然就会被这里 去扫荡了 就算是不死 应该都已经会损失很多了 始终武士有盔甲呢 近战呢 打气上来也不是完全不陷一击的 但是呢 就不会说有一个 数量那么多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彭流阵的最少呢 有两翼呢 依然在这里 这里就刚才说到 火星枪武士 已经成功在近战那边 击败了人家的枪骑 去重夺这个士气了 好啊 这里呢 野武士呢 是继续驱逐更多的兵 我们看到一队野武士 开了冲锋 跟人家的野武士正面对撼 希望可以在这些的枪竹轻士气崩溃之前 拉到他回来 但是呢 不知道会不会 我们看到一队就回来 这边野武士呢 还在这里打的 但是呢 彭流阵最强的地方 就是他每一翼呢 依然是可以应对所有的兵种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暂时还有两翼的新环的话呢 你是会很难去打 我们看到一路向后推 一路向后推了 那这一边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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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我们来看见呢 咦 这个武田家的将军 竟然跑到这一边呢 我觉得 神尼沙有时呢 这个将军呢 真的摆到太前 这一边呢 是很危险的 现在虽然是跟人家的将军正面对陷 但是呢 这里呢 人家有机会开到枪 或者任何 因为你现在有这么多兵呢 这类这样 用将军打将军 我自己觉得是完全不值得的 如果呢 万一死了将军 将会很危险 很危险的 因为呢 彭流阵呢 因为它是没有真兵的 大部分 轻足 野武士 全部这些武士的兵呢 主要都是士气没有真兵那么高的 如果突然之间将军一死的士气打击呢 是一个很危险的 好了 但我们见到呢 这里呢 有这个火星枪武士 慢慢向前推进呢 去逼退这个 得川街的枪骑 好 我们来看看这里呢 有少少的兵 开始呢 再一次召集 但是被人的野武士 在森林后面呢 穷追猛打着 这对得川街的武士呢 野武士在这里呢 森林里面 但是这个位置很奇怪 又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了 这对应该是什么事呢 是... 重复了吗 OK 不要紧了 你见到呢 有这对野武士呢 冲过来呢 跟别人的枪竹轻呢 打过来 一下子冲锋直接将他的士气崩溃了 好了 另外见到呢 这一对呢 也都慢慢跑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因为这里的神尼莎 这里还有一些弓箭手 在这里是 側翼跑过来 射一射 他的体力已经是完全崩溃了之后呢 其实呢很快 可能两三轮战呢 他就会完全崩溃了 我们见到呢 这个... 有少少的枪骑走过来 去帮手 火星枪骑 我的意思是 但是这里 哇 被人射几下弓箭过来 现在呢 其实不是能够接受到太多的攻击 我们见到呢 两队的真兵 现在呢 就佔领完一栋建筑 开始去第二个位置 去佔领的了 德川家的将军 在这里跑过来 好了 这里呢 续兴 这里还站在那些位置 这里的续兴 不知道为什么呢 是没有了之旗的 我觉得是replay的问题 不过不要紧了 我们大致上都看到的 这边的火星枪是没有开枪的 刚好站在这个位置 都挺漂亮 有一棵斩了的树 如果你累的话 放一支火枪在上面 托一托 可以增加准成度 我告诉你 好了 这一轮的火枪开了过来 但是呢 好像就没有死到人了 咦 这里呢 我们这里 继续走 这一场的replay 我们就幸好 我们是可以加速的 站上来你加加速 这边呢 有少少的火星枪骑 在这里一直吹吹 但是 咦 这个时候 士气崩溃了 甚至已经逃离了战场了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见到 再次呢 去佔领另一队的导管 现在我告诉你 GP Wellington的打算呢 就是呢 因为这个比赛有一个规则呢 就是20分钟的时候 如果都没分到胜负的时候呢 哪个佔领的导管 那么多呢 就会为之赢 他呢 似乎就是想在这里 佔领这个导管 这样呢 是捱这个20分钟 但是我就知道 这一场呢 是刚刚在十九几分钟左右 是圆场 就未够20分钟的 所以呢 这个战术呢 是绝对是可行的 因为呢 你不用这种方式去打 其实呢 即是你 基本上是在打一个 游戏规则 那啦 虽然你就 喂 游戏规则好像什么 但是说真的 真正打仗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 就算你打赢了一场会战 但是你最终的目的是失去了的话呢 就好像 你这些地方 我要占领某个山头 去作出一个据点 如果你打赢了一个会战 但是输了一个山头 其实最终你也是会输的 所以呢 这些 你这个比赛是有少少的 什么呀 呃 这些规则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这一刻呢 我们听到这一把声呢 就是武田家的将军呢 刚刚士气呢 就崩溃了 好了 那我们呢 暂时呢 都还未占领到建筑物的 那呢 似乎呢 就占领不了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是这个 呃 真兵走过来啦 好了 那这里呢 就推过来啦 那完全呢 就霸佔了 好了 我们看到呢 咦? 这里 对了 没有填加佔领的 所以呢 就没意思啦 那我们最终呢 就赢得了这个比赛 好了 所以呢 好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回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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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赢得了这个 那我们呢 就赢得了这个 那我们呢 就 暂时呢 第三场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第四场 那我们同时呢 再看看最后的 那个 的 的 算分表 那我自己猜呢 就是神尼莎的野武士 呢 应该是赢得最夸张的 因为他刚才一对 去追走人 好几对吧 好啦 我们看到神尼莎的 229 这对 这对野武士 414 真是不得了 那剩下这两对野武士 完全没有见过战斗 好啦 我们看看这个 枪骑 这个枪的 英雄 你看到107 其实 他的价钱 我也不肯定 但是 如果他去打到一个 特别的位置 就是去引人去战斗 然后呢 给你一个好的冲锋位置 绝对是想得过 第三场是这样 我们看看将来 会不会有第四场 但如果万一是没有的话 那我们呢 就可以说回 大概这一场的比赛 完结成了 怎样的 好啦 那我就觉得我需要 更新一下大家 因为呢 編号12那场呢 GP倫林顿打神尼莎呢 憑着神尼莎第二场的犯规 所以呢 GP倫林顿呢 是进级到編号20 然后神尼莎呢 是跌了去編号16那里 那里的 那 那其实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我工作忙 就没有很仔细去看完 每一场的比赛之前 那因为我录这场比赛的时候 已经是 他们都已经打多了一个星期了 那 所以呢 就会影响到很多的比赛 可能会作废 我们要再打过 那就真是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觉得呢 神尼莎虽然跌了下去 但是他的实力 绝对可以慢慢打上来 那这个 双败淘汰赛的 优势绝对在这里 万一有什么大意 的话呢 是绝对有机会 再打上来 那最终呢 都是实力高的才打上来的 那当然啦 我觉得GP倫林顿 他当然也是很强 那他第一场 也是赢得非常漂亮 那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暂时这样解决了 那第一 这次真是一场的比赛 六四次片呢 我也是第一次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就放回最新的 正确的 比赛 暂时的流程在这里 给大家提醒 那这次的战斗就这么多了 祝这么多位大老母 找昌龙了 再见